乌克兰东部对内刺客卢干斯克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后 独立成两个国家 让乌俄情势近的中国变得很敏感 不但是知识话回答 外媒发现一向是战狼的中国外交部 这一回在乌俄危机延伸台海议题 却没办法正面回应 单纯就中国是不是承认乌东两区独立性 以及中国是不是会利用影响力 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 汪文斌一连闪达14个提问 只是不断重提尊重呼吁克制 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为什么大家不能坐在一起 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 中国国务院发布官媒新华社报道 指出布林肯说拜登多次表示 美方反对台独 如果布林肯确实对王毅表达反对台独立场 那么这将会是拜登政府的第一次 附和中国 因为过去美国一中政策是不支持台独 连英国国会在讨论制裁俄罗斯都要提到 中国侵犯台湾的危机 中国在乌俄间变得战战兢兢 美国媒体点出北京虽然和莫斯科 一起反对北约东扩 却不支持入侵行动 应该是不想被看作俄国帮凶 也不想得罪美国 结果在深化中俄关系 与捍卫国家主权一贯外交政策之间 让处境变得很尴尬 近新闻彭新颖林立威报道